綠光劇團的舞臺劇《人間條件三》 將在今年一月下旬到北京還有上海演出 原本的臺語臺詞也都會全部變成普通話 《人間》系列的固定班底 像是柯一正 黃玉玲 還有林美秀等等 也將會跟大陸演員同臺標戲 導演吳念珍希望透過舞臺劇 可以拉近兩岸之間的距離 也增加彼此間的理解與尊重 阿嬤 你先把我的愛抱屁 綠光劇團首度到大陸演出 吳念珍導演的人間條件三 台北上午臨時打頭陣 這處與導演人生的經歷最接近的作品 描寫50年代的台灣 三個從南部上台北討生活的年輕人 跟面甸女孩間的愛情故事 而這樣的故事也正在大陸的城市上演 容易引發共鳴 除了原本的演員黃韻玲 林美秀 柯一鎮 李永鋒等人 同時也與大陸一級演員曹毅同臺演出 而為了讓大陸觀眾更了解故事內容劇情 原本作品中的台語對話 全部都改成普通話 吳念珍說年紀越大越相信緣分 他從沒想過自己的作品有一天能在大陸上演 不過他相信兩岸需要溝通 而不同的藝術形式能更增加彼此間的認識與了解 我就覺得從戲劇 也要是電影甚至文學的東西做一種溝通 其實我們更能去看到 看到兩岸之間平平生活 我們覺得細節不穩 那我覺得舞台劇情是最好的年紀 首度登上對岸舞台 綠光劇團以人間系列 讓大陸觀眾看見充滿濃厚台灣味的戲劇作品 比如說像...